特朗普为啥叫川建国 看看他的孙女就知道了 这个唱中文歌C6的小女孩 正是特朗普的孙女阿拉贝拉 不得不说 自证腔圆唱的是真不错 不仅是唱歌 阿拉贝拉还会背很多古诗和三字经 要说特朗普的孙女为什么要学中文 当然和特朗普有关系了 看来特朗普很有先见之名 知道中文要国际化了 于是在阿拉贝拉18个月的时候 就让他开始接触中文了 并且还找了个专门教中文的幼儿园 老师对于阿拉贝拉的表现也是连连夸奖 在简单的日常对话中 他可以用中文和你非常好的交流 并且他还可以在中文和英文之间五缝先接 看来特朗普是真的喜欢中国 在庆祝的时候还专门挑选了中国节日 看看这背后的大大福字 以及小孙女穿的红色旗袍 特朗普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不仅仅是孙女 特朗普还有其他的一些子孙 也开始学习中文 那么特朗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除了让孩子多掌握一门外语 他还有什么想法呢 特朗普很清楚 中国的崛起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事情 与其说等到中国站在了世界之巅 再开始学习中文 不如先给孩子打好中文基础 到时候孩子不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了吗 看来特朗普还真是机智 大家都说特朗普疯疯癫癫的 但其实他看得非常明白 在公开场合声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特朗普清楚着 美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一去不复翻了 美国永远也不可能伟大了 所以说建国 美国要是实在待不下去 你就回来吧 也挺不容易的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